修行是一种心量不断扩展的过程 唯有有觉有照 不可能进入无觉无照的境界 被送下来金刚经之后观想那个 笼罩你的光慢慢扩大 其实心量也慢慢扩展了 安班树西时的一心一呼观想慢慢扩大 你的心量也慢慢扩展了 紧紧理解了 还不是语物 语物呢要一步一步醒悟 老老实实证悟 最后才能解 修行的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不是说被送下来金刚经 马上有明明显现灭案 要用毕生的时间努力不懈下去 届时才会真正体会到经历不可思议处 各位有缘多多努力 一经岁众绝对让我的受益生生世世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